这个周刊的报导 总统府的发言人丁允公 跟相差他18岁的女记者 C女频繁的约会 那么丁允公曾经 他是在没有婚姻的状态下交往 不过周刊又接获丁允公的前女友 叫歪女爆料 一个C女对不对 另外一个歪女 那么歪女说 丁允公在高雄市新闻局局长的任内 明明跟前妻袁婉玲 当时是已经订婚了 可却谎称单身 劈腿包含他在内的四名女子 那么丁允公还曾经速度 在上班时间的局长办公室 跟他发生性关系 他为此三度怀孕 丁允公却以影响政治前途为由 要他堕胎 夸张的行径 让他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痛心 痛批 他说谎可以不眨眼 真的毁了我的人生 文婉 你不是跑总统舞的记者 不过反正这一集周刊很畅销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怎么回事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丁允公基本上就是说 他可能在国家 总统有重要的事情 事务要发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 那不管怎么样 也相当程度是一个公众人物 所以当这个新闻 要上这个 应该说八卦杂志的封面的时候 而且是周旋于四女 然后应该是看起来是非常的 这个姓氏非常的缤纷跟淫乱 所以不管跑哪一线 包括尤其我们这些女性朋友 我想会非常的关心 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看完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真的只有五个字 可以形容 是五个字吗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粮 再多一句 不然你看到他这个貌相是什么 我是觉得就是那种中规中矩 然后做事一百亿 尤其在总统府 然后你一定做事 一定很有分寸 包括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会 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然后你会讲说 这个跟奉公守法公事跟私事 什么关系 因为一般我们都会有 相当程度的连结 比方阿德老师 真的对两性很了解 我们就觉得他一定非常的了解 他太太的心情 很能体恤 那可其实并没有 没有了 不是 我不能再讲下去 好 那这个私底下 那先讲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丁允公先生 他是在2013年先说 其实他曾经跟一个岩姓的小姐 他们曾经订过婚 然后据了解 这个订婚宴还蛮灌溉云籍的 然后包括当时的陈菊 也担任他的一个 应该是好像证婚人 还什么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公开的仪式 但是这个女生 其实是在之后 就是现在进行式是一个C女 那据了解 这个记者 刚刚敏凤姐在开录之前 给我们的一些消息 就是说这个女生 其实她跑了三台 所以其实还是 曾经待过三个电视台 所以还是蛮活药的记者 然后小她足足快二十岁这样 那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好像感觉应该是这个丁先生没有婚姻 然后有个恋情 然后只是说是这个相差岁数很大的一个配对 那这都无所谓 可是好让大家觉得很爆炸性的是 最近周刊接获了这个Y小姐出来爆料 那内容真的让大家瞠目结舌 因为她说其实原来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五年之间 其实就她所知 丁先生可能足足就周旋在四个女生之间 那她是其中的一个 那先讲就是说她的状况是在二零一五年 她就是等于是丁先生订了婚之后 然后跟她开始交往 然后这个Y小姐 这个Y小姐先讲 她就说她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她发现弟子自己怀孕了第一次 然后那一次去 当然丁先生就跟她讲说 反正你会去躺上手术台 那表示两个已经有共识 这个孩子不留 那她形容她上去手术台的时候 当然过程中有问诊 那这个丁先生 她的男朋友在医生面前就直接讲说 她没有结婚的打算 而且她也不要这个小孩 强调当着医生的面 所以呢当下她真的难过到大哭 她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男生就这样了嘛 那也可能当时有点不小心 那好那个小孩就没有留住了 好大家仔细听 可是二零一六年又连续 她说剁了两次胎 剁了两次胎 然后呢 二零一六年的第一次 刚好适逢呢 二月的时候 是过年的时间 那大概会记得过 其实那时候台南发生很大的地震 然后她就说 那个期间 她说她完全联络不到她的男朋友 也就是丁允公 所以呢换句话说 丁先生好像不知道她第二次怀孕 然后呢 她因为要急着去把小孩处理掉 所以呢她还跟同事借了所谓的堕胎的费用 医药费 好 可是第三次 大家仔细听 第三次同年 好 她又有了 然后呢 她呢 其实这一次呢 她说丁先生是知道的 但是没有陪她堕胎 好 听到这边 大家我不知道她有什么想法 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男的 男生怎么都没有做防护措施呢 是 这个 我想请教一下美鳳 因为 就是 因为她本来是 陈举时代的新闻局长 那后来刑政院的副发言人 后来到总统当发言人 就是说 一个政府体系在用 任用这样的政务官 都不晓得吗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歪女 曾经去跟菊姐讲过 就说讲过这个 他们之间的感情纠纷 那可是问题是 就是说 因为女记者跟 采访对象之间的感情纠纷 真的很多 我只能说 从以前看到现在 女性记者的眼光 真的是越来越差 我只能这样说 OK 那当然 菊姐当然会劝告两句 但是就是说 你能够强 就是一个长官可以介入感情 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不对 那这女儿当然有反应出 她觉得菊姐的反应 对她而解是一个伤害 可是问题是 这种东西 长官可能就是规劝 你不要这样弄 你已经有 这个未婚妻了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两人会决定到 发生什么样的地步 我觉得你要长官强行介入 是有点困难 那到了 我觉得这个会到 现在爆的原因 主要是上个月 8月29号的时候 在总统府有办一场 所谓的这个记者节的 这个聚会 那现任的这个女朋友呢 跟丁允公是在 这个Y吗 C C就是姓蒋 现在蒋们应该没关系 那Y是又姓何 那这个现任的女朋友 蒋小姐呢 她可能跟丁允公在 这个整个 就毫不掩饰 他们的这个恋情 然后当时 蔡英文总统也坐 也站在旁边 她说你们哦 哦哦哦哦 然后就 就是一直就说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 那因为之前那个赫明 赫明也跟另外有一位 电视台记者 这个有交往 然后可能会要步入 赫明是总统府 护秘书 护秘书 对 然后就说 其实总统府内部的 幕僚跟新闻记者的 之间的事情 还蛮多的啦 所以说总统也觉得 没什么 那但是你说 要总统跟菊姐了解说 丁允公私以下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 利用办公室 利用这个上班时间 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 他这样连续劈腿 这么多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 不大可能会知道啦 因为 因为菊姐上来几次 丁允公也都有赔 那你可以看到 菊姐说 对幕僚 就包括像 现在去监察院的 谢博润 这些人 其实都抱持了 比较这个重用 在这个工作上面 就比较信任 这样子的 那私事的干预 我觉得 基本上大家都想说 你作为我的幕僚 我是什么人 你应该有一点分寸 才对啊 那所以说 这个事情 自己知道要哪里 自己要哪里分寸嘛 那不能说 今天这个 丁允公的新闻 就是说 这个堕胎的部分 还有他连续 劈那么多腿 而且他自己有 未婚妻的部分 这些东西都是 一般人 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何况他是一个 你讲严重一点 就是一个 总统府的发言 就是一个国家的发言人 那你这样的东西 当然在社会上面的 关改上面是没有办法得到认同的了 对不起 蒋小姐现在是 丁允公的现任女朋友 两个人差18岁 差20岁 18 现任是20岁 他说近20岁 是18岁 那这个何小姐 也就是所谓的Y小姐 现在还在跑吗 他现在好像 好像有点 就有一阵子到一个网媒去 可是后来有没有离职 我不知道 不晓得 有人说要离职了 对 好